Hello 大家好 今日的微課程想和大家做蠟燭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用大豆蠟材料來做杯裝蠟燭 它的特點是溶點比較低 而且可以黏住杯子,不會整塊脫出 所以這個不適合倒帽 但適合做杯裝蠟燭 但很多時候有些朋友做蠟燭的時候 做完後會發現蠟燭好像凹凸 我們今天就看看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現在看到加熱器有兩杯大豆蠟在煮 加熱器會慢慢融,會像人狀一樣 但在倒入杯子的時候 也要注意溫度 如果太熱的話 因為冷縮熱的關係 因為表面會不平 好像凹凸進去 我們一會兒試量一下溫度 以及放進杯子裡看看 現在兩杯的蠟燭已經開始融化了 我們等一會等它融化了 我們先看 我們預備定一個溫度計 待會我們量度溫度和這個效果 看看有什麼不同 這個溫度計是電子的 我們按這個開關鍵 開完之後 你會看到這裡有顯示溫度 現在的室溫是22.6度 待會我們量度溫度的溫度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溫度 現在可以看到 温度差不多是100度 我们现在试试将这杯蓝的温度是101度 将它倒入流竹杯 放入流竹杯 再放入流竹杯 大豆腊的溶点是50度 即是50度的溶点 现在将这杯蓝放入流竹杯 现在放凉了一会 大约60度左右 在这一段时间倒入杯 等它凝固之后再看看两杯的分别 现在两个蓝烛都已经凝固了 这一个是刚才100度的时候針 大家会看到表面已经有些裂痕 和有些穿洞的问题 而这一个就是等到60度才針 你会看到大致上平滑 而且是没有什么裂痕 没有什么烂痕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 就是我们做蓝烛的时间 很多时候我们的温度 都会影响出来的效果 今天就教了大家这个 关于温度上的问题 以后逢大家做一些蓝烛 甚至乎一些油膏 总之有很多蓝烛的东西都是 大家要注意你倒帽的时间的温度 记住就尽量贴近它的材料的溶点 譬如如果你大蓝烛 用点大概是50度左右 最好就是60度左右 針在杯子里 那你做出来的蓝烛或者你的膏 就会更漂亮